这些是这两天的厨艺 肥的话一定要加这种一二母兑肥精 上面稍微撒一点就可以了 我这一包也用了快半年了 还是挺耐用的 这里的是菠菜套种芥菜 菠菜是撒种子上去的 芥菜是后面移栽过来的 现在这个芥菜可以采栽来吃 开花的是另外一个品种的芥菜 这种芥菜卖的也比较贵 一般都是要五六块钱一斤的 自己种的话也比买的嫩一点 这些是种在后阳台 几个月都不长 移栽过来这边 不到一个月的话就长得这么大一颗了 这些小的还是能再长长 还是全部一起栽的 要不能不够一盘 移栽一下空间大 能够晒得到太阳 通风就长得快 自从养了猫之后 这几个月没看到有老鼠了 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又种了一些黄豆芽 不过这次种的没那么好 豆子出芽了两天才放到这里来种 芽太长了的话 这个根就朝上了 泡一个晚上放一天就要种下去比较好 根朝上豆朝下的话长得不长 也没那么好 这次的根难得减了 就这样炒着也能吃 不过我又买了五斤桃利来 后面多放一点桃利 根就会少一些 每次种的刚好炒一盘 四季豆长得特别快 前两天摘一点还不够炒一盘 今天再摘一点的话就刚好够 这些四季豆是去年种的 现在也剩几颗没有拔了 几颗也是挺能接的 过几天就能摘一次 这个草莓不错 很大一个 这个品种的草莓还是很好吃很甜 奶油草莓就比较酸 以后都不打算种这个品种的草莓了 今天摘了芥兰 四季豆 豆芽还有草莓 鹅妹都是昨天摘的 要做頤的吗 好 所以